總統或總統的特使 你要有他的樣子 去美國弄蔡英文幹什麼 這個格調是沒有的 我在電視上面批評過 我現在回應佩芬姐 宋先生真正講到 馬先生是7月44號以後 請問3月28號 4月27號 7月30號以前的常談 你國民黨那是什麼態度 就是說我願意幫宋先生講話 只有一點 就是說能夠在3月28號解決的事 搞到了4月27號 問那個秘書長廖瞭矣 7月30號 那為什麼談的是破局 你今天去找別人溝通談話 是要消滅親民黨的話 難道只有你國民黨一黨獨大嗎 很多內容的事情我不想講 剛剛講到王金平說 幫宋先生錯了 其實王金平他在EKFA的整個過程 還有很多事的過程當中 他是在幫馬先生的 可是被那些人講得如此不堪 坦白說很多事情 我們也勸這些政治人物 如何去跟馬先生協調 就是說你把國政處理好一點 但是今天很多的流言蜚語說 宋先生什麼罵那個馬先生 請問7月14號以前 你那個馬先生是什麼 好話說句壞事做絕 我只有是不是好話說句壞事做絕 所謂壞事做絕 你怎麼可以跟秘民黨去談 你這個區域立委要放到我國民黨裡面 你親民黨的 你說不提不分區 那個不分區是在我國民黨 你選票那我要 你只要維持你一個空架子 這個等於是消滅親民黨 這種是任何有一個民主素養的總統 他做得出來嗎 可是有話如果今天 你看今天出現的幾份民調 尤其遠見這份民調 遠見今天出現這份民調 當然是在9月19號那個宋楚瑜 之前所做的民調 但是比照一下8月22號 跟9月19號這兩份民調 雖然馬總統跟蔡英文之間 好像感覺上 都還是在誤差值範圍裡面 但是如果是以在誤差值範圍裡面 對藍營來講 會不會開始有一點要擔心了 因為宋楚瑜出現 雖然宋楚瑜你看 他也掉了4% 一個是14到10 可是馬總統 民調在這份裡面 是輸蔡英文 雖然是誤差值範圍 會不會是需要警惕說 宋楚瑜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我想過去幾份媒體的民調 或者甚至是一些調查單位的民調 顯示出來宋楚瑜都沒有影響 就是宋楚瑜即便出來 對馬銀菜的這樣的一個態勢 都沒有影響 但是遠見做出來確實不同 我想這個是 我認為國民黨恐怕必須要 重新思考他過去的戰略 但是在這個時機 再重新思考是不是來得及 我想除非解鈴還去戲鈴人 我認為馬英九 你今天作為一個總統 如果你真的需要跟宋楚瑜談 他必須要親自出面 他恐怕是如此 除此之外 你找任何大佬 你找任何人 我想請宋楚瑜絕對是關門的 好 六 你剛剛講的這段 我想想 我們讓大家先看完 就是這個是引進的民調對不對 對我們看到9月19號 他們完成了這一份民調 在政府誤差值2點多的 2.9左右 對2.9左右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馬英九 35.8 蔡英文36% 宋楚瑜10% 這個數字出現了一個算是 對我們來講 我們看到算比較不一樣 可是今天還有一份是中時的民調 中時民調就是在 宋林沛已經成行以後 今天馬上做的一個民調 我們看到馬英九39% 蔡英文32% 那麼宋楚瑜11% 看到又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宋楚瑜的民調從這一份 還有包括年代 我們在昨天有幫觀眾朋友 在做分析的那個民調裡頭 劉委 宋楚瑜的民調 大概最近都 甚或幾家民調看起來 有從15左右 對好像跌了一點 到11時左右 那對你們來說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警惕性 或是換一個角度 剛才遠見那份民調 因為宋楚瑜的參選 雖然自喜的民調也掉了一些 可是馬英九在跟蔡英文的民調 是輸了 你們現在會不會 你們是喜還是憂 會不會有那個所謂的 泛然罪人的壓力 或是你們覺得 你們看到未來會贏的曙光 這樣就是說 親民黨宋主席的這個民調 包括中時 我覺得中時做的 不是昨天晚上做的 因為他們有 他不敢在他的新聞稿裡面 很清楚的說 他這是哪一天做的 他只是說 第一個說他宋先生的制度 然後到最後一端寫說 那個宋林沛怎麼樣怎麼樣 可見他做的是在19號以前 OK 所以換句話講 19號以前的民調 我覺得我們大概開過五六下 都差不多 就是宋先生大概就10以上 1111以上 甚至於就是 這個數字我想沒什麼 沒有太大的 對選舉影響的意義 沒有 但是你如果看到 遠見這個民調 我倒不是去幫蔡英文講什麼話 而是說很顯然的 15號到19號是哪什麼時候 是金甫松在國外大落美國 那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的影響力 已經出來了 所謂影響力是負的影響力 所以你看蔡英文增加了3% 這個如同這個3% 很可能就從宋楚瑜那邊拿到的 那這一段國民黨去桑老金 就是說金甫松還需不需要到日本去 一個是 我是說 國民黨是一個佔優勢的政黨 有需要是去那邊講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更大的舞台 絕對有這個能力 你覺得是國民黨自己 包括金甫松或什麼 他們自己把民調搞成這樣 不是因為宋楚瑜出來參選以後 把藍營的整體 以前他一直都贏 他為什麼會輸呢 不會輸嘛 遠見好像不是他一直都贏 我們的部分就是說 宋寧配以後 我們看這段 這個一個禮拜兩禮拜的發展 可能我們才知道 我們真正是上的趨勢 還是下的趨勢 遠見是這樣 遠見把宋楚瑜放進去 這是第一次 再過去都沒有 我必須說 因為每個民調機構 甚至媒體做民調 他都無法避免一個機構效應 但是我必須說 遠見的機構效應 相對起來是比較不明顯的 所以長期以來 我必須說我會比較參考 遠見雜誌的數字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方式跟其他的這個若干不同 是確實我認為是跟剛剛 劉文雄委員所提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金普聰的效應 雖然在媒體上 好想要金普聰大獲全勝 但是實際上你要知道 金普聰的這些動作 他影響的其實就是中間選民 跟知識分子 跟所謂的社會精英的這種觀感 而這個部分我認為正是 正是國民黨最不能失去的一個部分 來 金普聰 我想遠見的民調持平而論 長期來看藍軍是比較低的 那也不是第一次輸了 以馬財來講 過去也輸過幾次 甚至在武都選舉前 我若沒有記錯 一度兩個禮拜前左右 是一比四 國民黨一席 民進黨四席 這是持平而論 大家可以去調過去的資料 但是我覺得每份民調我都尊重 但是要討論趨勢 要用同一家民調公司的趨勢 來比較比較有意義 那如果以這樣來講的話 從遠見的比較或中時 或年代的比較 我不認為剛剛的金普聰防美 會拉低民調是有意義的 因為你看其他民調 並沒有因為這樣拉低 所以我覺得持平而論來看 那四年前 我認為包含TVBS年代 大家做了很多民調 多數都是領先人家多 但是遠見領先比較少 不管過去怎麼樣 我認為以我的觀點來講 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我還是認為宋楚瑜 對我們會有高度的影響 絕對有高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絕對不是影響民進黨 所以基本說一樣 還是會到日本去 菜刀大戰第二次 那有他的需求 我剛從美國回來 我時差還沒調 就來錄影了 我們重視本節目 重點是在說 蔡英文去訪美 藍軍會有焦慮 尤其是在日本或在美國的 我們的總統是現 我們的黨主席 我們候選人是現任總統 他不能去 所以一定要有人 所以僑胞就說 那些挺綠的僑胞 他們都已經流著滾滾 我們這邊居然冷清清的 那其實他們的感受 或實際上動員起來 真的是氣勢差一點 所以一定會一定會去 不管是日本美國 五都選舉前 一模一樣情況 大家都沒有討論 五都選舉前 國民黨也是派一團 也是金普聰帶著去美國 也是帶一團去日本 這是例行的 就是說一定要讓僑界覺得說 我們很關心 我們很重視 而且我們需要 因為這一次是 蔡英文跟金普聰 兩個人的行程 太近 然後包括內容什麼的 所以大家會討論 而且你們這次去日本 我剛是開玩笑的 上次到美國看了王建民 這次去日本 會看鍾日榮的 我不曉得 如果有個人來講 我覺得到日本的話 蔡英文應該會比較占到便宜 因為金美玲的日本關係 真的很好 他在日本的影響力 那我想 馮濟台可能沒有那樣的影響力 另外一個就是講王金平 友華剛剛講 王金平幫了多大的忙 在ECFA通過 對不對 他是立法院長 不要忘掉 王金平在感情上是請宋楚瑜 他跟宋楚瑜站在一邊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都被馬英九冷落 這種你們就不用否認了 王金平我太了解他了 就是說他心裡面 你說愉不愉快不愉快 那很多國民黨大佬也不愉快 但是同樣的 如果今天他讓國民黨輸了 他立法院長也就泡湯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說他幫忙 通過ECFA的職責 因為他是立法院長 黨政協調的效果 佩芬姐我幫幫忙 友華就講一點點 因為我受到人家照顧 不講心裡不舒服 王院長他有來中南部 房立有來浮選 還介紹一些朋友 有啦 就是說他還是在藍軍這邊 很積極地在做 你只要有幫他平衡說 不是都挺色 對對對 我來幫佩芬講好了 王金平也幫過你 不 王金平也幫過我先不講 因為那個私交也不能 像我們跟馬英九也很好 但也不能講對不對 蛤 你不要講真的話 就是說 我覺得很奇怪 我以為 只有馬英九只有不喜歡宋楚瑜 就搞到馬英九 沒有一個人喜歡 你們不是講 朱立文已經這種講光了嗎 不是 佩芬姐講說 比如說王金平 王金平是到了差不多 我看這兩個月前 還沒有被提名當不分區的 他說 他現在也還沒有被提名 我不曉得 沒有人跟我講任何事情 他怎麼會不準 他不是恨 而是說 我就聽你的 結果你到現在還不好 放到外面 在風雨中飄搖 這個是你的為人的問題 我已經講了嘛 很多大佬都不愉快 是為人的問題 如果說這個問題不解決 你怎麼去領導一個國家 連個國民黨這樣一個小小的團體 就搞不好了 怎麼去領導國家呢 OK 那第二個我是覺得說 不要忘掉 武都的時候 金普通的時候是成功的 他帶了幾個立委去 那些立委回來以後 都撐炸他撐炸的鑰匙 很好啊 可是這次去 連真正的立委都沒有人 只有一個喬選的 其他真正上知名度的立委沒有 只有軍兵這樣的刺客在去 這多慘了 就像我跟陳水扁出國兩次 也被罵得很慘 但是我親身體驗的是 第一次去的時候 別友會慈濟 然後立委 哇立委有十幾個人要搶著去 我們是不小心 是我們親民黨沒有人要去 或者抽錢抽到我才去的 那第二次去的時候 拜託東拜託西 台聯黨派一個 民進黨派一個 國民黨是因為 吳松柏看到我去了 他才敢去 四個人一路上沒有任何僑胞 冷卵自知啦 所以金普通真的去 冷卵自知 他的無關 而一些不算 成長都以分別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